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一個朋友 他現在租在民權大小旁邊 他租了一城2萬7個月 但是是三房 所以他三個人分租 所以一個人平均負擔9000塊錢 他在這個10年當中 他存錢買了一間房子 在南京東路上面 武段上面 是租辦合併的 大概差不多15坪 他現在租給人家 一個月是3萬6 好 這個要簡單回應一下 國賢哥 我現在有房子的頭期款 但我還是不買房 他還是不要買 因為說真的 你買房子是犧牲掉你的機會成本 就是說你可能不能出國 你不能買東西 不能就是 有時候看到一些弱勢團你不能捐錢 沒有 其實重點是 你家裡如果有老人的話 如果今天出了重大意外 你把所有的錢都掏去放在那個房子上 你身上沒有機 又買了 而且從那麼多經驗中間 房子是會跌的 它沒有一定會漲 或是賣的時候不會就是 就不會賠錢 它是有可能的 就好像商圈 就說看現在元氣商圈 天母商圈 他們民生社區是不是都沒落了 當初都是黃金地段都是淡黃區 所以買房子它是風險是極高 你可能就是付了一輩子的錢 後來發現說 你賣出去的時候 價錢不如你講的 大家今天在討論 要不要買房或要不要租房 我覺得其實最重要是生活 生活 生活有各自的不同選擇 我們把這兩個關鍵字叫買房 你把它換成要不要買車 要不要結婚 要不要生小孩 其實概念是一樣的 那只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如果你在乎的是生活 那有個重點是說 如果你不買你就要甘願 因為舉例來說 如果你不生小孩 你不結婚你就要搞清楚 老了之後就這麼回事 但是 因為其實事實上 景氣會起伏 房價也會高低 你不要說房價永遠會這麼高 也不見得 講一個重點是 買一個房子 就算你現在過了10年之後 你沒漲沒跌 沒賠錢 起碼你賺了10年的房租 做房客的部分 你也要搞清楚就是說 其實你換來的是更多的生活空間 你不能說我只是為了省的錢 你接下來還是有一些生活的方向要去做